大家好 我們很久沒有做這個線上 webinar了 這次跟Who1分寫出來 我們的5.0終於上線了 我們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5.0到底多了什麼東西 為什麼多了這麼久 那5.0其實很特別很有趣 我們在第四版 跳到第五版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思考 到底要放什麼東西進去 因為現在主軸 越來越多都是比較偏AI AI跟雲端 這兩個是現在市場上的主軸 所以我們在5.0也是一樣的 我們把整個功能的取向 比較偏雲端跟AI的方式去走 當然AI不是說我們會有AI 我們就是說跟AI夥伴 有更密切的整合 當然如果要講到雲端的話 勢必安全性一定要夠好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會走向 把安全性把它顧起來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現在分享一下桌面 我看看 分享桌面 桌面 OK 我看起來只有三頁的東西 沒有的話 丟一個問題讓我知道一下 或是舉個手 或是check在那邊打一下 或是換一下你沒有看到 那這個是5.0的功能介紹 其實功能很多 而且我們每次在做功能的時候 都不單單只是做看得見的功能 其實後面很多看不見的東西 我們也是都是有去加強 包括一些更好的加密 或是一些更嚴謹的安全屬性 那這些東西我不確定我會不會講到 不過如果待會兒有帶到的話 我就會順便講過去這樣子 那我們就快速的從影片開始 從demo開始做 讓各位知道一下 我們有輕功的這些 那各自大概長了什麼樣子 我希望30分鐘可以講完 OK 那我們看第一個 攝影機資源群組 這個其實在 在現在的我們有一些案件越來越大 那其實 各位可能記得我們以前的這個 影像排列的列表 它是左邊是用Server 然後Server下面有攝影機 然後再一台Server 攝影機 那其實這個是最高權限 就是你是管理層級的人 來看得到這些東西 那其實如果你是一般user的話 你只會 你只會 一跳的攝影機 比如說我有一個案子 4000多隻攝影機 那它下面有幾個保存屬性的 它其實要看的攝影機還蠻多的 它一個保存可能就會負責到1000隻攝影機 那對它而言 它身為一個使用者 它看到的那個列表 它就是 上面寫了攝影機列表 然後 啪 1000隻在下面 那當然它可以用我們 左上那個搜尋頁面 搜尋的這個bar 去打 拍要的攝影機 直接攝影機就會跳出來 很方便 但是它還是希望 你們會做一些群組 那當然它可以用layout的方式 用布局的方式 去設計個布局 把攝影機丟一丟 它就是它自由的群組 那另外 其實很多人會希望在 在我看攝影機這一塊的時候 就把它分好來 那我們現在有做這個東西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現在是管理者群線 所以看起來是 server點進去 然後裡面會有攝影機 然後還有群組 群組再點進去 就其他攝影機這樣子 簡單說就是 你現在這個server點進去之後 它可以另開群組就對了 另開群組就對了 那我現在模擬 我現在是一般使用什麼情況 我們現在可以做這個切換 show server或不show server 就是說我是管理者 我也可以用不show server的方式來看 不show server就會變這樣 所有的攝影機其實都會列在下面 但我們現在可以用群組的方式把它收起來 比如說這個是普通攝影機打開 哇很多 這個是demo用的攝影機打開 裡面可能還有分不同的群 不管哪一種demo使用 你可以自己去添加這個 你可以自己去添加這個 所謂的這個 LadioDance資料夾的概念 反正就是資料夾的 攝影機在全數裡 這種感覺 比較大的看詞會蠻好用的 那第二個是快速縮圖 所以各位在用NX的時候 應該都知道下面啊 我這邊有時間軸 然後點了一個時間 然後它就會到這個是8點 然後下面 那我想看影像的時候 我其實可以用 我其實可以用縮圖的方式來看 就是說這個時間軸往上拉 它會有把各時段那個點的縮圖列出來 那當然這樣子的方式 只是說把這個時間軸切分成幾個等分 然後找出縮圖來 比如說加上下面一點 那就更多縮圖 因為我切等分更多這樣子 這樣子可能對有些使用者 不是這麼的貼切喜歡 那我們現在就有一個新的縮圖功能 是各位應該也看到了 滑鼠直接移到下面的時間軸上 我就直接給你那個時間軸的縮圖 我用這一支 可能不是這麼的好展示 像這個好了 然後我直接點到下面去 各位看時間軸上就直接跳縮圖出來 這個更好用 更直覺 使用者可以比較快速可以知道 這個點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樣子 新的縮圖功能 當然是影像即刻迴防 然後這個很懂NX的就會失望 NX有些很酷的功能 但是那個是因為 我們在一開始收到串流 拿下來的時候 我們不直接錄下來 我們先丟到記憶體裡面去排 同一些工作這樣子 那這些工作會耗費大概30秒左右的時間 也就是說 你一個影像剛錄下來的時候 30秒內 是看不到它的回彰的 填30秒是看不到回彰的 那現在我們把這個功能精進了 這個精進了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 大概只有5秒以內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 綠色是錄下來有索音好的 那後面這個 這個透明綠的 這個是還沒有索音好的 就還動一波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大概3到5秒左右 3到5秒左右 我們把這個處理時間再壓縮起來 所以基本上已經可以看到 馬剛錄下來沒多久的影像 在這部分有精進 當然是喇叭麥克風配對 這裡有些VMS已經有了 就是說 現在其實一些IP喇叭越來越多 以及有一些舊案廠 它可能甚至是analog的攝影機 它更久沒有辦法裝喇叭 那個線量不能重佈 重加攝影機是不可能的 那它那個地方可能裝個IP喇叭 或者是裝個便宜的IP喇叭 有帶喇叭麥克風的 在NX裡面 我把這兩支攝影機 沒有喇叭麥克風 有喇叭麥克風的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 我可以把這支有喇叭麥克風的聲音 把它貼上去 讓它擁有喇叭麥克風的聲音 這樣就解決了 沒有喇叭麥克風的攝影機 就是一定可以重創 才有喇叭麥克風的 這樣一個概念 那設定功能也很簡單 直接就是 這個啟動音效 然後下拉 選擇哪一支攝影機的音效 你就選一支有喇叭麥克風的 你就可以把它取過來用 這樣子 這個是收音 收音是麥克風 下面是2-way audio 就是對講 所以是喇叭的那一部分 那當然你也可以做到 一支收音 給所有攝影機用 比如說 前陣子我們就有個體育場的案子 很大的籃球場 四個籃球場的消失 每一個籃球場有四支攝影機在找 然後呢 只有一支有聲音 那它需要 最後在類似什麼戰術檢體 怎麼回的時候 要這支四支在播的時候 都要有現場那個裁判的聲音 或是什麼的聲音 它就把其中一支攝影機的 可以同步到另外四支 這四支都共享同一個聲音 所以不管在播哪一個聲音 播哪一個攝影機的時候 都聽得到現場的裁判的講話 或是現場球員的聲音 這樣子 OK 然後有個人問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不可以把喇叭 配對給好幾台機器 然後用廣播的方式 按個鍵就一次講 對那些喇叭講話 這個目前還不行 因為目前我們的這個 講話這件事情 還是在一個影像上 我現在可以秀 像這個 像這支 我有裝這個 喇叭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 按住這個 我就對那邊講 那個攝影機那邊就會發聲音出來 那因為我現在是在這個圖示場 所以我只能對這支攝影機的喇叭講話 雖然就算我這支喇叭 是從其他地方別字來的 就是說 雖然我這支喇叭 可能是接了我這個辦公室裡面的 五支攝影機 但是我現在做這件事 對它講話的件事 只是對這支攝影機 所以我並不能做到 可能對每一支攝影機的喇叭講話 因為就只有一顆喇叭 就只有那顆喇叭會發生 這樣子 我不能一次講 對好幾個喇叭一起講 對好 所以這個目前聲音廣播這個事還不行 只能一對一 不能一對多 這個有可能問過 所以提一下 但是魚眼 魚眼見面的優化 這是一顆魚眼 那我不曉得 很多人喜歡在NX用魚眼 那當然因為我們的這個軟節做得不錯 所以大家其實很喜歡用 那各位可以看到 有些人在裝的時候 其實角度上還是有點問題 你可能問說 魚眼不就裝上去 怎麼有角度問題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支其實沒有裝 你看一下 中間走廊其實有點偏歪斜 有沒有 所以你去調正的時候 其實走廊有點歪歪的 那怎麼辦呢 第一個 你可以爬上去裝 第二個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功能 在魚眼校正的地方 這裡有個角度 你可以調整 調到你覺得是一個正的 那你校正起來 那個走廊就會偏正 這樣子 就是說 魚眼以後你就隨便裝不對了 反正 它這邊會軟體幫你解決 跟之前那個轉向的 這個概念 之前有些人的攝影機 愛的裝感 就把它調整 類似概念 類似概念 我們現在可以用角度的方式 一度一度的去調整 這是魚眼校正介面的一個新的改動 還有一個是左下的校正技術 其實這是一篇光學的理論 我也不懂 就是說 其實魚眼攝影機 它可能有不同的 這個 圓的 這個 叫什麼 我不理解它 反正就是有三種技術 可以對它叫做 很多人很專業 這個人 我也不懂為什麼要加這個東西 總之你可以調整 不同的校正技術 解出來的內容會不一樣 那 我只能說 你用你家的魚眼 你就去試試看 拿一個你看起來比較爽 你就用在 這個技術太深 這是學術性的東西 那另外魚眼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支援 VR360 這樣的攝影機 就是一根棒子 兩邊有各一顆魚眼的攝影機 YouTuber很多人在用 做Log在拍的 那這個現在智慧工廠 其實非常的流行 像這個 這是HONDA的工廠 HONDA嗎 還是DORATA 它就是 車子在中間 然後沿著軌道 一直走 一直走 那到你了 你這個工程師到你了 你就過來組裝 或是維修 那這樣子影像看起來比較難看 那我們就是有魚眼校正 對這樣子的攝影機 行程360 有魚眼校正 調整完之後 這個變成一個增 360的攝影機 所以是比較正的影像 所以其實對 那些觀看者來說 這樣子看起來是比較舒服的 那每一個工程師過來 做了什麼事情其實很清楚 他現在是用眼睛來看 未來 未來 他可以用AI的方式來去檢測 這是不是真的 裝隊啊 裝錯啊 真的一個 更的智慧工廠一點點 那有人問說 現在有哪些 DR360攝影機 給資源金融查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東西現在還是偏 娛樂性質 那之前有朋友 用那個 Retro 360 然後他說 那一隻好像可以接進來 但是事後我也沒有跟他追 追查 是不是可以接進來 那總之 如果我之後 我知道有什麼東西是可以接的 我再跟各位說 目前應該這都是 偏娛樂性質比較多 網頁轉送功能 這功能很特別 我們一直立志於做一個 那所謂的平台就是 我什麼鬼都要接 很多人都說 你NX可不可以 只能我的火災界面 水井界面 等等等等等等 那我們當然都是說 OK啊 你把你的那個頁面 如果是網頁的界面 可以砍進NX 因為NX其實可以收這個 這個叫什麼 網頁界面 比如說這邊網頁界面 我這個打上來 看起來像是整個網 在同一個界面上呈現 我放一支攝影機 我在做瀏覽 旁邊就有我的網頁界面 我可以去看東西 這樣子 那有客人問 那個客人是 一個工廠集團 他有12套不同系統 那這12套系統 在他的產內運作 當然都是Local IP 192.168的Local IP 那如果人在這個程度內 我當然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因為我也是192.168 這個網頁也是192.168 所以我看得到 但是他們說 如果人在室外 假設他從那個地方 越南回到台灣 他現在聯絡的時候 發現聯絡之後 他網頁就不能看 那當然 因為你那個東西是192.168 除非你是用他的 那個對外IP來加 你在外面才可以聯的到 對吧 那他們就覺得 這個東西應該做到更好一點點 更貼切一點點 好 我們現在就把它做到更貼切一點點 就是說這個網頁界面 在設定的地方 我們可以設定 所謂的Proxy 就是說 重新轉送 然後透過拿一台主機 比如說這個網頁界面 是跟這個DEL這台主機 是同一路網端的 我就用透過DEL轉送 那這樣會怎麼樣呢 我能在台灣 我聯絡這個系統 我想要看那個 LAN內的網站的時候 會由這個DEL這台機器 轉送給我 我就可以看得到 而且不只看得到 我可以操作 等於說我們的主機 又肩負了這個 所謂的資料傳送功能 好資料傳送功能 那這個東西有多妙呢 如果只是單純資料傳送 它還沒什麼 因為NX 現在所有的連線 所有的資訊都加密 什麼鬼都加密 那加密的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幫別人解釋 比如說你的這套系統 就是隨便寫出來的 一點加密信息都沒有 資訊都大大大的露在外面的這種 透過NX的傳送 我可以幫你加密 我會幫你加密 你會發現這個風包都是加密的 因為你用你的NX Client 連到NX Server 接動是加密的 對吧 所以這個DEL這台主機 抓到影像之後 也是放進NX Server 加密後傳給你 超爽的 你自己都不用搞加密 我幫你搞好了 所以這個相對來說很準 OK 然後這個NX網頁介面優化 NX的 讓我看一下 NX的網頁介面 這個 這個是我連我的NX主機 然後就會連到這個網頁介面 你會發現這個 我們講Web Client Web Client 的介面稍微改變了 第一個是你在看Live View的時候 有變得比較及時一點 因為我這個其實網頁的影像是用HLS來買一點 HLS從來就不是一個直播專用的一個 串流方式 所以其實會跟現場影像有點 有點延遲了 那現在我們把它做到更低延遲 絕對不是百分百順 不是百分百的即時 但是有更即時一點點 那再來是設定的部分 你會想現在這個網頁設定的部分 幾乎什麼鬼都會設定 該有的設定 這個自動搜尋 攝影機 然後這個系統優化 還有這個Odichel 這個使用者行為紀錄 等等等等 基本上在NX裡面能設定的部分 都顯示在這裡 包括你要放這個授權 啟動授權 授權狀態 攝影機的設定 招密碼等等等等 基本上在這邊都可以做到的 然後使用者的新增刪除 然後這個Server的狀態 改破 或是把某台機器 從merge合併完之後 來提標等等都可以 那資訊 這其實比較像 有點像所謂的Dashboard 資訊看法的 有點像這樣子的東西 你所有這個系統上說的 Allure 一清二楚 系統的資訊 Server的狀態 甚至包括CPU目前佔多少 有多少是VMS吃掉的 這個有些暗場 他非常注重這個東西 攝影機 甚至到攝影機掉高 這個每10分鐘 平均掉多少 0.01高 這類的 都很清楚 這對用戶來說 是一個蠻好的工具 可以去檢測 你的這個 主機的狀況 系統的狀況 這樣子 各位有興趣可以 撐到5.01 然後針對你們自己的站台 去點點看 你會發現你會得到 很多很多很多的數據 在這裡 OK 客戶端同步更新 之前NXS被誤病了 就是說 當我現在用我的CLI連進Server 做更新之後 沒錯 我們是一鍵更新所有的Server 假設我有四台 四台都一定更新了 我現在點 3 然後進到更新頁面 更新在這裡 這是我的CLI 然後這是四台主機 那我如果點更新 它就一鍵更新 我的CLI會更新 然後Server都會更新到最新版本 那但是我這整個環境內 所有的CLI 它不會被更新 因為它就得一次更新 所以就不能連線 對吧 那我們現在在右上這邊 Advanced Settings 多了一個叫做 同步更新所有CLI 也就是說你線上有多少CLI 線上有多少CLI 正連著的 你現在做更新 我們就一起會被更新 你就是說 你就不用去擔心 我還得去幫他一個一個更新 或什麼的 你就讓它連上線 一次更新 就讓它更新起來 那有人說 那如果它沒有連上線 那怎麼辦 當然啊 它沒有連上線 我怎麼能夠動它 對吧 所以很合理的 所以就讓它上線吧 比如說 你確定現在要更新了 就讓所有的CLI都連上線 一次性的把它更新起來 有些漏網之餘的 你再線一下 你還在更新一下 然後 智慧物件搜尋 OK 我相信很多人是錯這個 這是我剛剛說的 我們現在要偏向AI 靠貼近AI一點點 我們講的很矯情 叫做什麼 擁抱AI 我們要成為AI 用戶最愛的平台 那 講這個之前 我先講一個 我們以前 NXI已經自己有的 算是會搜尋 就是Smart Search 就是Motion Search 我現在點 我現在點 我現在點Smart Search 然後你看下面有很多 紅色的出來 對吧 那我比如說 我想找到有誰走進這個花圃 然後就畫一下 然後你會發現下面紅色變熟了 那你直接點 他就是會看到 有誰在這個時間點 有人偷進花圃 你看 Sorry 他是工人 就這樣 你應該知道誰走進這個花圃 你不用快速的去 快速回放 或是什麼的去找 這是以前NXI的 Smart Search 你畫哪裡就有不同的紅框出來 畫哪裡就不同的紅框 而且是其實非常非常白的 很多人在用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也靠用跟AI搞在一起 我們現在多了一個贈 物件搜尋 點一下物件搜尋 如果你的系統中有AI 不管是什麼樣的AI 像這一套是 便是人便是車的 好像是 他是一個多字 安過來的 那我現在點了 因為各位發現有一些黃色出來 代表整個畫面中 在這些黃色的地方 都有辨識到東西 一樣的 跟Smart Search一樣的概念 那我只想找 有沒有人或車到這個花圃來 我就是 花圃店很閃 嗯 我只想看 有沒有在這邊有辨識到東西的 我在這邊 在這邊有光 上面會看到 還是有一個粉絲 可不 那我看看 那我看有沒有人在這個電信桿旁邊 在電信桿旁邊 在電信桿旁邊畫光 就變少了 對吧 一樣的 你就去點 他就會 應該是車區回答 那就是一樣的 下面的黃色的片段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有辨識到東西 那至於辨識到什麼東西 右邊我們可以再選取 這個any type這邊拉下來 哦 怎樣找人 好了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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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在系統中 不只一套系統 不只一套AI了 我先選 我這套AI是他 那我只要找他能辨識到的人 就看他下面的東西變少 對吧 好 那我就可以找他有沒有人在車道下面走 那我就點這個 然後呢 在車道上畫一下 我現在很多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選東西 我選 不是 人 那就是這些 這些電腦就是 有人在車道上面出現 就算了 有人在車道上面出現 等於說這個 快速搜尋這件事情 我們也套用到AI 所以會有越來越多的AI 可是喜歡跟我們搞在一起 因為 我們就幫他加指的 活化了他的功能性 OK 廢話講那麼多 我們講這東西 我們現在有個新的功能叫做 進階物件搜尋 那在右邊的這個地方 點的objects or 點這個advance 好 等完之後 我想要找這支是 這支是 這支是專門辨識車子的 辨識車子的 那車子會有很多屬性 當然前提是你這個AI的軟體 要能夠辨識到這麼多屬性 好 那這個它有辨識到很多屬性 所以我可以去選 因為我現在知道部分 所以先讓我選一下 一天就 不然要到道場 OK 好 那它是變車的 我就點車 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可以用車子的種類來選 我要找誰 比如說我要找巴士 我就點巴士 沒有巴士 然後點錯 然後點到摩托加拉車 點巴士 他就想說我巴士列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有很多屬性 這個巴士的顏色是什麼 車速是什麼 當然只要 這一支攝影機有辨識車速才行 然後下面有平台 這是車種 然後呢 是前車和貨車台 因為它有車台辨識功能 你就可以看到是前向後向這樣子 然後下面是 甚至它辨識是哪一個車 然後 什麼樣的車 大型 小型 等等等等 的車 那你可以點顏色 我想找綠色巴士 就點綠色 等於說你可以有越來越多的屬性 來做這樣的辨識 就是比較準確的一種辨識 搜尋的方式 那 這個東西就取決於你前面的AI做的什麼事情 像我們有夥伴 它是 電視一卡車的東西 比如說 它有電視人 有電視人 我點點看好了 比如說漢華 那這支不是漢華最棒的東西 只是給各位看一下 我點人臉 你可以選 那是男生女生 那是這個年齡是小孩 還是大人 或者是這個 emotion 那個表情 是什麼樣的表情 有沒有戴眼鏡 眼鏡有沒有張開 有沒有戴口罩 然後嘴巴有沒有張開 等等等等等等 有沒有戴帽子 戴口罩 這些的 這些東西 只要你有辨識到 在NX這邊就能夠列出 等於說 這個頁面就是給AI伯伴 一個很好的 一個設置化的一個場所 因為有些AI伯伴 辨識東西可能不一樣 像我們有一個伯伴 他是專門做農場的 他辨識很多種 那種畜牧業的那種動物 他就可以辨識 那種種類 這是牛的種類 然後呢 毛色大小等等等等 去判斷 一些他的所謂的 農場智慧 這樣子 這個東西很好玩 很有趣 各位可以去玩玩看 那 如果你手邊沒有這樣的攝影機的話 其實很多 那個in camera的攝影機都有 像 不是要保證 就是漢華的Take a Win 他的P系列都有這樣的功能 他有做冷點 車我不確定有沒有用 他可以玩到這麼深的內容 那 大華 如果只是要玩的話 你可以去玩玩看 大華也有這些功能 人的也有 車的也有 海康當然也都有 其他的就要看有沒有用 因為我目前手上有的 就這三個 測試上都還可以 我相信這個東西會越來越多 會越來越多 因為其實跟他的整合 我們越來越多人在做 那其實會越來越 有一些詳細的東西出來 所以 我們盡情期待 OK 那關鍵影像備份 剛剛講到 AI的部分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AI其實目前除了 做這樣子搜尋之外 我們也 為了要貼近可好 其實 以前 大家對於錄著雲端 這件事情 一方面都是覺得 第一個很貴 第二個是隱私會有問題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近兩年 忽然間 可能大家隔離 可能很多東西要上雲端 對不對 雲端錄影間是 忽然變得不重要 應該說 不可怕 很多人都覺得 家裡以前錄的雲端 OK啊 可能很流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因應這樣的需求 第一個 銀絲現在不是這麼的 大家是害怕的一段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價錢 你能夠 隨便錄一個月 一個月 可能都要幾十T 一百T 如果有時間器很多 的話 那錄在雲端 你不可能全部整包含上去 一百T的雲 非常貴 對吧 那我們就做了 所謂的關鍵影 像備份 第一個 在做備份之前 我們先講錄影 我們現在除了 以前有的這個 全時錄影 Motion錄影 以及全時錄低解析度 Motion錄高解析度 這樣的東西之外 我們現在也做了 物件錄影 物件錄影 只有物件發生的時候 我才要錄影 只有物件發生 才要做高解析錄影 這些都可以做 或者是Motion加物件 只有Motion發生 才錄影 或者是物件發生 這是M的 這兩個都要有才會錄影 那這個就很好的 可以去減低你前端的錄影 因為你有很多可能 Motion 你不想管它 你只有這個 辨識到東西才會錄下來 然後這邊就可以這樣做排除 做判斷 那再來是備份的部分 比如說 我看一下 這裡 Storage這個地方 到後面有個備份的功能 我們現在備份的功能 從這個 management 拉出來 拉到後面去 你可以針對每一支攝影機 你要全部備份 就跟以往做法一樣 或者是只備Motion 或者是只備物件 搜尋到物件的 或者是只備這個書籤 因為有些人之前說要做書籤 書籤錄影還是什麼 那OK 我們現在就用書籤備份的方式 你後面 等於前面可能是100T 這是全時在錄影 後面有個20T 你光錄這個書籤 你就可以錄3 錄影 非常非常容易求 這是一個很好的備份的選項 或者是 夾錯的 Motion又物件 Motion又書籤 或是三個都要等等 選項變得比較彈性 你可以選你要的東西備份 再來是主機分組備員 NX的備員 基本上是 只要彼此能夠溝通得到 所謂的彼此就是說 我這台主機能夠溝通得到 你那台主機的攝影機 那你的主機故障的時候 我就可以幫你接收備員 但是備員的機制是這樣子 誰先偵測到誰先備 那簡單來說 如果我 我北中南各兩台主機 雖然網路都是全開的 到故障可以通 可能是VPN什麼的 但是我當然還是希望 台北備台北就好 從高雄備高雄 台中備台中 不要跨區備 因為頻關會浪費掉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功能了 在主機備員的這個 這個地方 比如說 先把它拉起來 我有四台 我假設 上面兩台是台北 下面兩台是高雄 那我就在Dale這一台 右鍵 然後 飛遠這個地方 下面這個ID 位置ID 我就給1 那第二台 一樣 我給1 第三台 我給2 第四台 我給2 這樣子的話 就會 如果只要你的 那個位置ID同樣的話 你故障了 只有跟你同ID位置的人 會去幫你備員 那你就可以避免 這個台北被高雄 這種事情發生 這個菜 這一些按檔是蠻好用的 再來是2FA 帳號驗證 這是高安全性的東西 現在越來越流行的東西 像是你網路購物 雖然你已經登錄購物 購物了 但是你有可能購物被盜 你的購物就是人家幫你購的 被盜刷等等 所以在你付錢的時候 你會收到一個 什麼OTP 之類的 讓你去確定 不是我購物的 那我現在把這個輸入回去 去確認這個消費 那現在NX也有這個功能 我們就在 我們做在Cloud上面 也就是說你是用Cloud user的 然後才可以 如果說你是一個Logo LAN 然後全部都是Logo的 那當然不行 因為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線上才能穿 從這個線下面 那怎麼開啟 在我Cloud的這個頁面 在我Cloud的頁面 選這個security 然後這個2FA 這個雙重驗證 這邊把它圈起來 那基本上 詳細的設定的話 有需要事後 我們會有一些類似說明書 來跟各位詳細說明 步驟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 簡單來說 第一步就是先去把這個場合開啟 我要做雙重驗證 接下來呢 就去找 就去找你喜歡的驗證工具 這個現在我們支援了三個驗證工具 一個是Google出的驗證工具 一個是微軟出的驗證工具 第三個是這個叫做Duo DuoMobile 還是MobileDuo Duo 各位可以去找到 有在玩比特幣的 應該就知道的東西 一些加密的東西 那現在 這個東西要怎麼做呢 我今天如果我這個 這個Cloud的帳號 我現在登出了 然後想要再登入我的Cloud帳號 除了帳號密碼 輸入完之外 你還會需要輸入你的這個 Duo提供給你的一個 免洗的 驗證碼 好 先登錄 登錄完 他就告訴你說 請輸入驗證碼 應該還看得到我的溫片 驗證碼 下面這是我的 這個Cloud帳號 然後驗證碼就在下方 我點一下show 這個驗證碼每30秒會求止 所以我在30秒內把它輸入進去 但我稍後30秒 就要輸入下一次的驗證 這個113025 所以我這邊 11302 8075 sorry 075 好了 然後叫talking 這樣子就能登錄 這樣就能登錄 也就是說 林果當初你沒有做這樣的設定 那你現在有人 抱了你的這個雲的帳號密碼 然後他拿去用了 結果你的手機這邊 他並沒有你的手機 他要登錄的時候 你的手機這邊成功認證碼 可以替我給他 他就無法做登錄 這樣子 這個是目前應該算是很普遍流行的一種 算是很成的這個防吊機制 基本上現在應該是線上刷款 線上交易應該都走這個方式 很多案子都需要這個東西 很多案子需要這個東西 各位可以去介紹個人 如果他需要這個東西的話 再來是錄影資料加密 這個 以往我們一直是做 錄下來的影像那個檔案 是做可播放式的 那也是慢慢的安全疑慮的考量 因為我們的認知是 你如果真的都已經可以到機房 到你的機器旁邊的話 你根本就不要對那個影像動手 你可以直接把它毀掉 對吧 但是有些人還是需求需要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在NX這個地方 可以去開 NX我們現在把這個 資訊安全都放到另外一個 集中的管理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 最下面這個 這是把錄影資料加密 這個一個東西 這個加密呢 一旦你打開 你就說要去輸入章密碼 也就是說你現在打開之後 全部都用這個章密碼 去跟你錄下來的影像做 做hash 做雜訊的加密 也就是說沒有這個密碼 它是撥那麼一片 所以做完就會像這樣子 這個是開之前 開之前 你就是錄影錄下來 就是可以直接撥嗎 開之後 就變這樣子 不能撥了 不能撥了 我們做加密了 我們也不是說 這個不能撥的東西 只要有你的密碼 就可以直接點擊 讓它撥放 不是的 你要有另外的NX Server 把這些加密過後的影像 丟進那個NX Server 做 index 所謂你同組 同組完 然後輸入章密碼 才可以還原 或是 比較安全性高 就是平衡 簡單說 再來是帳號驗證優化 你可能會發現 有些整合 或是 包括你用VLC 要連進來 拿影像 做看影像 這件事情 可能都會失效 不能用 原因是 我們以前一直都是 有好幾種驗證方式 其中一種最常用的 就是這個 digest digest 但是慢慢的 這個東西是比較舊的 一種 帳號驗證方式 第一個 它在傳送帳號的時候 避免加密 那是HTTP 傳出去 比較危險一點點 另外一個是 它只要一旦連線建立 它就可以不斷的 事無忌断傳一下 傳資料 也就是說 在你連上的這個過程中 中間也被倒 被結了 海客就會用了這個連結 去做一些 非難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by default 預設 改用為這個 Berry 這是比較先進一點點的 驗證方式 第一個 它在傳送帳號密碼的時候 確實是HTTPs加密的 第二個 它在傳送完之後 在過程中 不時的兩邊會去對話 去確認對方的身份 也就是說 今天中間HTTPs出現 到了 當它被驗證身份的時候 它會失敗 它就無法繼續傳輸 去最小化 降低這個 最小化降低這個 那這個東西 我就快速的簡單的 驗證一下 開一個Voc 我先加一個帳號 先加一個帳號 它叫 MDMD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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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給它這個 提高的寫寫 它預設 它預設是一個 不能使用Digest的使用帳戶 預設是不能使用Digest的使用帳戶 預設是不能使用Digest的使用帳戶 所以我開Voc 然後 我來連這個主機 隨便連置攝影機 輸入 然後用MD 這個是一直問的命 因為一直送不過去 因為你沒有加密 你用的是Digest 就一直失敗這樣子 那 唯一的方式去解決 就是說 我們當然是建議你們還是用 改成用先進式的驗證方式 那如果不行 或者說你舊的 還來不及改 那你回到這個用戶設定這個地方 下面有個三個點點這裡 點一下 這裡有一個允許使用者使用Digest的驗證方式 好 勾完之後 他要求你照明 再重塑一次 確定你是完真的 OK 那這邊告訴你 這個用戶就 現在可以用Digest的喔 然後如果你 未來不要讓他用了 就點這個 下面這個 For Security 這個東西 點下去 以後會變成用Barrier的 好 那我先確定 讓他可以用Digest 找回到VLC 好 好 基本上這個東西 應該還是會慢慢變趨勢啦 就是驗證的部分 噢 那沒有播了 驗證的方式還是會變趨勢啦 就是 因為我們一直自許為是一個很安全的兵法 一直去過很多這種所謂的 呃 弱點偵測的驗證 這個 這個 目前 並 被搬上台面 成為一個主流的一個 一個 安全漏洞 但是很快一定會 很快一定會 所以我們就先做了 很快的我們來到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本來沒有要講 但是 應該對一些開發的伙伴 應該還是蠻重要的 它是JavaScript API 它是一個可以讓 你寫的程式 跟NX collide 互動的一個東西 打個比方 我們這邊有一個 Demo的東西 我假設 我假設 這個東西是你自己寫的 網頁界面 裡面呢 你可以呼叫 NX 你看 像左邊它就做了 收到我這個主機上的一些攝影機 好 然後呢 我隨便 這一次 好 我這邊 F 我來修手 來 簡單說 你在你的自己的網頁界面上 你就可以 可以跟NX回來做控制 好 那當然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設定 放進去 拜拜 OK 這個要勾 在你的網頁界面 你放到NX回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要勾 allow using pline API 就是 我們現在cline也開了一些 API 可以讓大家用 那你現在網頁界面 只要放上來 NX 勾了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對NX collide 做一些控制 那這些控制 包含呢 可以像上來 或甚至你要打在這個內壓線的哪個位置 或者是你是要回放在某個時間點 這樣 這也不能看到 你要回放在某個時間點 然後甚至你有沒有快轉 還是什麼的 都可以看得到 OK 所以你可以想得見 因為像之前我們有個伙伴 派國的伙伴 他做了一個電子地圖 因為NX電子Q比較弱 他做了一個電子地圖 那上面放很多攝影機 然後呢 他的做法是 點了攝影機之後呢 會直接在下面這裡呈現 那如果他是用我們現在新的這個 API 他就可以在上面攝影機點完之後呢 直接在我的NX collide上面跑出來 因為他直接在NX collide跑出來的 好處是什麼 就是說 你不用去管它回放或什麼的 因為它既然跳出來的 你去點它 下面時間走就跑出來 我們就可以有很好的回放的一個功能可以用 就不用去自己在你的電子地圖平台上寫 回放這些功能 很簡單的 你的電子地圖只要做出來 你只要用了那個 API 你就能夠打上來 打上來我們的階段 那個什麼回放快轉都不用管理了 我們自己這邊就可以處理掉 超簡單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5.0的部分 那後面有一些比較小的東西 我想我也還沒有吸收 如果我覺得比較有趣 我們來再跟各位介紹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可以在那個問題欄留言 或者是舉手發問 我就會把你聲音開出來 跟各位聊一聊 跟各位聊一聊 最後那個JavaScript API 是從階層面到來的 因為它做一個影片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之前我只知道可以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並不知道具體是怎麼樣的運作 我知道快速寫的軟體可以直接打在NX上去加影像什麼的 所以我已經跟一些夥伴介紹 你如果要做電子地圖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但是我具體怎麼怎麼呈現 我沒看過 我是看到影片來的 對 如果有些夥伴真的自己有在寫程式的 自己有在做一些AI的 你將可以在NX Client上 把你的AI跟這個使用者做一些互動 透過這個所謂的API 當然為了會不會完全開放這個Client API 因為你現在會發現這個Client API 是你要把你的網頁界面砍上NX Client 並且開啟使用Client API的運作 未來會不會我們整個Client都開出來 也說不定 你就不一定要放在一起都可以運作 反正升級不需要付費 NX一直以來都是你直接在這個地方 系統 然後浮費這個地方 之前有新版本升級的時候 它會跑出來 然後直接點上去就可以直接升級 這不用付費的 也就是說即便你是7年前用的2.2、2.3的版本 你都可以直接來升到5.0 然後享受所有的功能 不用付費 而且你升級如果出問題 都可以找我們收貨 沒有問題 OK 然後推出時間 我們大概7月多的時候就推出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如果你的站台不是5.0 你到這個update這個地方 就會看到5.0 就可以升級了 有些夥伴 有很多夥伴跟我說 AI都要錢 也沒有必要錢的 在我們的plow網頁上 plow網頁在哪裡 plow網頁上 你可以在下面找到integrations 然後你可以找一下openvino 這個是intel推出的一個免錢的AI 那我們有針對這個AI 稍微把它做成blocking 你可以參考一下 在你家自己玩玩這個openvino 當然不是這麼準 然後對於人的大小限制也比較嚴苛一點點 但是可以玩 你可以用這個裝潔NX裡面 玩玩看 你可以玩剛剛所說的物件什麼社群 蠻有趣的 IP喇叭的部分 基本上IP喇叭針對 對於NX來說 它就是一個沒有影像的IP攝影機 所以你說支援來的IP喇叭 理論上應該都會支援 目前我知道SS用 那那個Vivotech也有 都可以 然後NXMobile可以支援4.0 如果你的NXMobile 目前不能連5.0版的話 你去升級 去升級到最新的NXMobile 就可以支援5.0版了 因為我們在安全性上有加強 所以我們也把Mobile升級了 你升級到最新的Mobile 你基本上4.0 3.0 2.0都可以連 所以強烈正義升級 然後NX可以做人員追蹤嗎 從一區多支攝影機 目前沒有 因為人員追蹤其實會比較牽涉到 這個所謂的電子地圖這一款 那我們是由夥伴做這個東西 那夥伴叫什麼 核桃運算 他是以一個電子地圖為敵 然後很多攝影機在上面 然後他可以做到追蹤 就是說某一個人被辨識到之後 你可以追蹤他從哪裡到哪裡 他是以電子地圖為敵 來做這個追蹤 而不是影像 因為影像一定會落標 因為影像你不能動到抽密 完全連接在一起 他是用電子地圖為敵 然後會把你標出來 你要找到這個人在這邊 然後到這邊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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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 有興趣的話可以再聯絡我 我正好這個資訊 轉來 這樣子 我前陣子去背後他們 覺得他做的東西蠻有趣的 而且他可以做商店智慧 那商店智慧 以前都是在一絲引項上去看 這個區域哪裡 整個有多少人經過等等 他是把這東西直接貼到電子地圖上 所以你整個賣場的地圖 然後看到熱區在哪裡 或是人怎麼走之類的 還蠻有趣的 我們今天這版本可以做到 特製顏色的框 對 框目前沒有特製 應該是隨機出來的 不過如果有這樣的需求 可以到我們官網上的那個 論壇 開發者論壇 去要求你想要做這個 框顏色的定義 我覺得不難做 只是我們目前應該是還沒有開出來 那大家會不會再用license 會 如果你喇叭的聲音要錄下來 就會占license 如果你只是要 你有在NX階段 因為NX是這樣子 抓影像進來 看影像 音聲音 轉串流出去 給第三方軟體辨識等等等 都不付費 多少個階段都不要付費 只有錄影付費 所以如果你的喇叭 並沒有要錄 那就不在NX階段 可以加進來玩 沒關係 然後 攝影機獲取串流部分有改善嗎 之前 遇到猛牌攝影機 有狀況 升級之後 基本上我們是這樣子 我們很老幹 就是 我們是採用免費升級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遇到一些Bug 要更新 要修正 我們不會回頭去修正 在舊的方面 因為淵淵相報 都失了 修不完 我們最新的修正 絕對是最新的版本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很常 如果你說 我遇到一個Bug 怎樣怎樣怎樣 如果我們知道 在哪個版本 確定有更新 我們一定告訴你說 升起新的版本 有時候我們聽到 好像曾經聽過這個問題 應該修正 我們也會建議說 就試試看我們的新版本 所以通常我們的建議都是 升到新版本 你的那些Bug應該就能夠改善 好 那個張先生 我再提供你們的 夥伴的聯絡方式 再讓你們跟他聯絡 這樣子 那條碼機的部分 是這樣子 基本上條碼機 USB或是Wi-Fi 不管 它對於電腦來說 它就是一個輸入的東西 就跟keyboard一樣 所以你先去刷一個條碼 它其實就是打進去 如果你開個機制 刷條碼 它就是把這個條碼的資訊 打上去 這樣子而已 所以其實沒有特別 整合的做法 那唯一有講到整合的 可能就是跟倉儲有關 那這個東西會牽涉到 後面會有一個會的資料庫 因為你光看到條碼 沒有用 你一定要知道條碼 它是對應到是什麼物件 比方711 這個條碼都是賣相紅茶 這個條碼就是賣相奶茶 之類的 所以我們有做這樣子的 應用的夥伴 它是會 它有寫到這條庫 你可以自行輸入你的條碼 對應到的物件 以及 跟別方的小程式 當你刷了條碼之後 它會把這個條碼 在資料庫的辨識 它是什麼東西之後 再把條碼序號 跟物件名稱 賣相紅茶 一起用NX的API 轉到NX裡面去 那NX就可以寫書籤 所以 今天有東西入庫的時候 我就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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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那個影像 把我刷進去的資訊 跟這個影像 連動在一起 擋起來 錄起來 未來你想要知道 什麼時候賣相紅茶 入庫 就找賣相紅茶 一樣的 下面就很多東西跑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賣相紅茶 什麼時候入庫 這樣子 IP-SAN的部分 一直都有支援 但是我們不是原生直接支援IP-SAN 也就是說 你IP-SAN還是要 還是要attach到主機上 我們就可以對IP-SAN做程序 我們之前跟Z-GAP有一個練習 它是 用一台主機 用它的IP-SAN 錄1000支攝影機 它的做個VM 切10台NX 每一台100支 總錄1000支 用IP-SAN的方式 是非常OK的 非常OK 然後喇叭麥克風配對聲音 配給其他 等一下 有點長 不會 不會有延遲 這個東西會跟NX 基本上跟NX 進來的一模一樣 因為其實對 你可能會想到說 我是兩支攝影機 可能時間並沒有同步 對吧 但是其實對NX來說 我們永遠都是走NX時間 也就是說 在同一個時刻 我收到的聲音 跟這個攝影機的影像 絕對是在同一個時刻 沒有問題 就算你的攝影機 沒有教室 等等等等 都沒關係 NX這邊會幫你 非常好的配對在一起 OK 除非 除非 在某個時刻 攝影機出問題 或者是網路出問題 他就是非常NAD 晚了兩三秒 再把資訊傳過來之類 那就有可能造成時間不同 否則正常中國家 還是不會的 OK 還有問題 我昨天打疫苗 現在非常的 一直可談 很累 然後如果有人知道 那個雙魚眼 那個360的攝影機 有哪一個是有資源 onvive 或是RDSP的話 讓我知道一下 我也想玩玩看 我想 我們去買一隻 來公司 他都滿有趣的 然後 我這邊再秀一下 這裡是托絕神的 托我們家絕神的 他的一個夥伴 在新加坡 他是做這個機器人 然後他們在那個 全球國際警察展 他就上機器人 在那個展正 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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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讓那個機器人 在上面轉走去 然後機器人走到哪裡 那個影像 都可以錄下來 我現在是Beta 我昨天在測試一個 AI的腦子 昨天一秒就昏睡了 但我應該把Beta拿掉 那個 國際警察展 他們就是 他們釀的東西都滿先進的 就是一些 反正越特殊 越酷的東西 他們就越愛 然後那個公司 就在那邊滑過去 我覺得滿有趣的 然後他也是 兩顆鏡頭 然後做那種360的應用 看到那個 畫面上那個機器人 他也是 兩顆攝影機 兩顆魚眼攝影機 這樣子 一樣 這樣子的畫面看起來 就是不漂亮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 分叉的360照正 那看起來是一個 完成的360 水感 不夠水 那機器人走到哪裡 就是整個畫面 都涵蓋起來 這樣子 所以如果有人知道 有哪些360 的 設計師資源的話 讓我知道一下 我也想問問看 然後 請問哪邊可以找到 JavaScript的API文件 所以 好問題 Jason Jason在線上嗎 Jason比較晚這一塊 看一下 Jason在不在 Jason Jason離開了 有有有有 在哪裡 Jason幫我把那個連連接給我一下 我應該可以提到這邊吧 哦 你接著 我幫你拉成那個 Organizer 不行啊 當然這樣子好了 我留一下我的 E-mail 那請您寄信給我 然後 我會後給您這個 資訊 到那個右邊的Panel上面 有個Chat 有個Chat 然後我的E-mail 在這邊 然後請發個信給我 然後我會後再把文件給你 然後 還有剛剛那個 張先生 也搭個E-mail給我 所以不用轉給你 哈哈哈 然後把那個 主辦的連線資訊給你 OK OK 還有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 再10秒結束耶 真的被抓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 拜拜 下次見 然後兩天後 禮拜四 我們也有一場 英文的 就是對整個亞洲的 所以到時候是 Jason主角 我一直以來都是 會鼓勵大家 就都聽啦 因為Jason講的東西 會跟我講的東西 比較不一樣 也蠻特別的 所以都聽聽看 好不好 因為會是Live Demo 所以你會看到影像 所以 語言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OK 好 感謝各位 祝各位身體健康 謝謝 拜拜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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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各位 還可以 是 有